大家好,我是牛妈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好吃 并且一点都不腻的椰龙馅月饼 现在准备饼皮 100克转化糖浆 加38克植物油 可以是花生油,也可以是玉米油 3克碱水,然后混合均匀 再加入150克低尖面粉 然后混合成团 面团揣揉均匀之后 包上保鲜膜松弛1-2个小时 第二步我们来准备椰龙馅 先打3克鸡蛋 加入60克白糖 110毫升椰浆 65毫升纯牛奶 然后混合均匀 再塞入80克低尖面粉 30克奶粉 混合均匀 然后倒入不沾锅 加50克黄油 搅拌成团 成团之后就可以关火 然后加入110克椰龙 40克蔓越莓干 混合成团之后 不太烫手 就可以用手揉搓均匀 然后分成大概35克一个的鸡子 搓圆 再取出饼皮面团 每一个搓成大概15克一个的圆球 然后用手指捏成饼皮 再包入馅料 用虎口收口之后 然后滚一层玉米淀粉 就可以入馍 月饼入馍成型之后 薄薄的喷洒清水 防止裂皮 水不能喷得太多了 不能表面花纹 容易糊掉了 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5分钟 5分钟之后 饼皮稍微烤定型之后 薄薄的刷一层蛋液 然后继续放入烤箱 185度烤12分钟左右 烤好刚出炉的月饼颜色 是比较浅的 饼皮也比较硬 可以密封回油一个晚上 颜色会稍微深一点 饼皮也会变得更软 这款鸡蛋液龙虾 我们家小朋友都非常爱吃 推荐咯